中国海关异动 习近平猛抓毛泽东时代药方 中共封杀美光分析指出 中国企业最受伤 美国国务院表示 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 环保团体染黑罗马许愿池 300年古迹遭破坏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两岸要闻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随着防疫政策的放开 以及暑期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回国 不料其中很多人发现 中国海关最近在搞大动作 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向也是让人担忧 网上最近有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闯关经历 有网民透露 自己带的保健品多了都会被海关警告 还留下了证件记录在案 自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仅是从美国回国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很多人的箱子被直接上了海关锁 还有网民反映 往国内邮寄东西 海关也是卡得非常严 当然也有网民表示自己回国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这样的严查 连安检机都没有开 所以也许海关只是抽查 但是外界之所以担心 是因为国内最近急速的在转左 似乎有再度闭关锁国的态势 中共封杀美光 联手中亚与G7对抗 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的孤立 与此同时 中共从三月底开始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运动 下令大兴调查研究的活动 中共更是在5月22号举行了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2卷出版座谈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并且表示 要把学习这本习近平的著作作作为重大的政治人物 推动习近平思想入脑入心入魂 蔡奇的话和中共中纪委书记李希日前在福建的说法有共同之处 李希当时要求要带着崇敬 带着感情 带着信仰 带着责任使命学习习近平思想 这类极端的表述的感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肉麻的政治排比具 非常的相似 这意味着个人崇拜达到了新高度 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中国有重回文革的可能 华尔街日报22号的报道认为 习近平过去也曾推动过洗脑的运动 但是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 也很少如此直接的借鉴毛泽东时代的做法 报道认为 这和白纸运动的爆发 以及中国经济不景气 和中美关系紧张等等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中国独立政治分析师吴强指出 这场学习运动的热度反映近来一连串的事件 对习近平的形象的打击有多么的严重 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控制公众的舆论 掩盖习近平政策上的失误 但是更糟糕的是 这种极左风不仅限于中共的官场 在脱口秀演员李浩石事件爆发之后 时事评论人士邓玉文在美国之音发文提出 事件当中公众对李浩石的不依不饶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显示中国民间言论目前没有温和理性的立场和表达空间 在党国的舆论操控和洗脑之下 中国的主流民意选择了向左 邓玉文悲观地认为 清零导致的民怨 特别是白纸运动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勇敢举动 曾一度地让外界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某种期待 但是现在看来 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少部分 多数的民众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 这是让人真正担忧的地方 毛泽东当年制造了三年大饥荒 十年文革 以及摧毁了不同阶层的各种运动 习近平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药方抓药 未来是否会让中国重新陷入全面的灾难呢 这值得关注 有观点认为 在灾难全面爆发之前 中共内部就会分裂 因为习近平为政治目的的摧毁了经济 也就破坏了中共权贵阶层的共同利益 会触犯众怒 虽然习近平拼命地把自己和中共捆绑 但是在利益面前 共产党内部会和美国高层反对习近平的力量联手 制造政治变局 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文章就提到 拜登的助手们认为 中共内部存在分歧 报道题为 拜登认为与中国即将解冻 其中说到 拜登的助手认为 在中国希望重启中美关系的派别 与支持习近平的派别之间正在进行斗争 法广23号的报道 也关注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地位问题 文章说蔡奇在席选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下就归结到了对习近平是否效忠的问题上 但是在习近平三连任已经半年多的今天 每一次习近平的亲信 在每一次中共的大会上 都要讲两个维护 四个自信 难免会让人怀疑 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到底确立了没有 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确立 中共5月21号宣布 封杀美国最大半导体制造商美光科技 理由是存在较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 不过分析认为 美光早已经停止向中国销售关键的产品 中方此举对美光影响有限 受损害的其实是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 22号 一位从事半导体行业的陈女士 匿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美国 日本等国早就出台政策 限制企业将高端的晶片 和一部分半导体材料卖给中国 美光公司因此也不会卖受限制的 高端纳米晶片和高新技术 这次网信办禁止国内企业购买美光的产品 会让中国的企业购买同类产品的成本上升 陈女士说 比如最普通的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 闪存等都是当前业内的急需品 现在要向外国其他的公司购买 可能会更贵 所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现在看来可能是不止八千 去年中国向外国购买晶片花了数千亿美元 相当于购买原油天然气的金额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光财务长莫菲说 中方禁令对美光公司总营收的影响 在低阶产品方面约为1%到3% 高阶产品约为6%到9% 另外美光公司18号宣布 在日本政府支持之下 公司将在日本投资约36亿美元 生产先进制程 存储晶片将在2025年投产 美光公司去年营收达到了308亿美元 其中约10%来自中国 不过分析师指出 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 有很大部分是由外国制造商购买 目前还不清楚中方禁令 是否会影响这些外国买家 5月22日 美国国务院表示 不解除对3月中旬上任的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1号表示 他不会考虑放松对中共官员的制裁 以改善关系 不过后来他提到 解除对中共防长的制裁 目前正在谈判当中 22号 美国国务院澄清了美方的立场 在简报会上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被问到 是否正在考虑出于谈判目的 放松对李尚福的制裁时 米勒回答说 不 我们没有 2018年 美国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 制裁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 报道说 美国官员一直希望与中方恢复会谈 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李尚福 都将出席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美国方面提出 届时举行国防部长会晤 不过中共军方还没有接受这项提议 5月11日激进环保团体最后一代 向意大利罗马著名的景点 特雷维喷泉倒入了大量的木炭 导致整个水池被染黑了 自由时报引述外围报道 最后一代7名成员当天还在特雷维喷泉周围 拉起了抗疫横幅 上面写着 我们的国家正在死亡 我们不会为化石燃料买单 最近意大利东北部爆发了严重的洪灾 环保团体要求当局立即停止 对化石燃料的各种补助 罗马警方赶到了现场阻止这些抗疫人士 罗马市长罗伯托当天在社群发文批评说 这些针对文艺遗产的荒谬攻击已经够多了 感谢警方及时的介入才避免了更糟的结果 环保团体的激励行为也没有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木炭都漂浮在了表面 没有卡到大理石里面 但是整个清洁工作费时又费力 还浪费了300吨的水 才恢复了喷泉的样貌 罗伯托还评评说 这种激烈的行为 可能损坏古迹等珍贵的公共物品 还迫使当局 以对环境有影响的方式来修复现场 更引发了大众对他们的反弹 他认为喷泉建立于18世纪 别名叫做许愿池 每年会吸引数百万的游客到访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看到了一个5月22号的视频 这放眼望去 您或许以为这是在拍摄唐朝历史剧的 横店的影视城的现场 其实呢 却是一群退了休的大爷大妈们 沉浸的体验 穿越汉服主题的旅游 大唐不夜城 这远远的看上去有一种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鱼龙舞的感觉 这或许和很多人梦想当中的 盛唐的气氛很接近了 但是当镜头拉近的时候 你会看见到备着手舔着肚子 外巴似走路的侍女 还有没有胡须挽着女人胳膊的男人 记得袁腾飞说过 穿成这个样子 不须须的古代 只有一种男人 就是功力伺候皇上的 或许呢 镜头再推进一点 你就能看到正在挖鼻屎的王爷 或者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的汗臭味 更或者是 嗯啊 大哈 我就插对了 咋地 带着大蒜味的夫人和大小姐们 这场面就是标准的中共国制造 远远的看上去是那么回事 但是仔细一看就驴唇不对麻嘴了 网友说 这有点目猴而观的感觉了 失去礼仪廉耻的人 穿得再像古人 但是气度 风范 却和猴子穿上人的衣服 没有什么两样 可笑至极 没有半点的文化优越感 反而觉得有点恶心 还有网友说 这是中国的万圣节吗 白鬼夜行啊 当下的中国人和文明社会 插的不是腰上的玉带 头上的珠宝 爱马仕的包包和香奈儿的香水 插的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匮乏 这一场景呢 不禁又让人想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 说是在澳洲的一个小镇 里面的服务人员 包括警察呀 都是cosplay的 居民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 也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不记得文明社会规范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在个人层面 逐渐的失去了人的意识 图有人的外形的感觉 和中共国整个国家被掏空抽干了历史文化 图有七表的感觉 让人想起了 北宋少庸的预言梅花师写末世的景象 说 暴死犹流皮一席 最佳秋色在长安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做个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 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